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呢,我想谈一下诺鲁和台湾断交这件事情 1月15日,这个诺鲁呢,突然发表和台湾断交 诺鲁是这个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 面积呢,是全世界第三小的国家 然后呢,它的人口呢,只有一万两千多人 这个国家呢,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临时矿,它靠出产出口的矿业 当时呢,它的国民的生活都很好 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它这个矿业呢 渐渐这个枯竭了,经济呢,就陷入很大的困境 在台湾呢,1月13号的时候 选出了这个新的总统赖清德 然后呢,1月15号,隔个两天周一 马上呢,就宣布断交呢 这个呢,是中国在背后指使的 这个属于呢,给赖清德呢,一个下马威 因为中国呢,非常不喜欢这个赖清德当选 所以说呢,你当选之后呢 我搞一些小动作,给你添恶心,让你难受 这种事情呢,是中国经常做的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的这个政府呢 也是非常不高兴 15号那天下午,台湾的这个外交部次长 开吟事记者会,就是宣布呢 终止和这个诺鲁的一切这个经济上的合作 然后呢,他也非常气愤说 就是全世界都是在祝福台湾的民主的成功 民主的选举顺利成功的情况之下呢 中国呢,这是对这个民主主义的一种挑衅 也是对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 用着很重的话,在批评中国 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可以从三个角度看 第一呢,他对台湾的这种影响有多大呢 我认为呢,实质上对台湾没有什么伤害 蔡英文总统呢,2016年就任之后 这八年之间呢,已经有十个国家和台湾断交了 一开始是22个国家,现在只剩下12个国家 那为什么过去呢,有这么多就是小国家 然后要跟这个台湾有建交关系呢 其实台湾呢,是想在,比如说在WHO啊 在一些国际组织上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呢 让这些小国家提案,要求台湾呢,能够加盟 然后呢,为了这张联名提案的一个表呢 台湾每年呢,要帮助这些小国家 给他们支援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这个提案呢,比如说交到这个世界 卫生组织的会议上去 因为只有十来个国家嘛 绝大的多数都是在中国的影响下的国家 就很轻松的被否决了 每年每年重复一遍 其实呢,这个实质上对台湾的帮助也并不大 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一种方式 那相反呢,这些小国家呢 利用这个方式呢,就天天经常威胁台湾 你不给我钱,我就给你断交等等的方式 但是几年前呢,蔡英文政权呢 他就改变了外交,就对着一种金元外交 金钱外交呢,基本上已经渐行渐远了 然后呢,他是开始重视价值观外交 就是和美国呀,日本呀,欧洲的主要国家 大家一起呢,支持台湾 共筑的一个,就是自由民主的一个同盟 这些国家现在已经纷纷表示 在国际组织上支持台湾了 那些花钱的小国渐渐的用处 已经并不是很大了 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杀伤力并不是很大 第二呢,中国这么做 我觉得呢,是让台湾的人民 对中国有更增加的厌恶中国的心情 台湾1月13号选举 1400万人站出来投票 这些人呢,他们投完票以后 他们都尊重这个游戏规则 尊重台湾的民主的结果 但是中国用这种方式来打压台湾的话 我想大部分台湾人是心里觉得不满的 其实这个诺鲁这个国家是很有意思的 它是1980年和台湾建交 然后呢,2002年那一年 跟台湾断交过一次 断交的那个时候呢 是2002年的7月21日 7月21日是什么日子呢 是当时的台湾的总统陈水扁 他呢,选上这个民进党主席就任的那一天 就是当时陈水扁上台之后呢 其实是对中国的发出了很多友善的信息 但是中国呢,就是不喜欢你 在陈水扁就任这个民进党党主席这一天 这本来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嘛 就天圈圈给你添堵给你搗盖 结果呢,陈水扁是非常气愤的 这个是我的直接和陈水扁听过他的想法了 结果陈水扁就是他在两个星期以后 在8月2号在这个一个重要的台湾通乡会的 这个全世界总会的会议上发表一个谈话 那个谈话这其中就有一边一国的概念 就是因为中国打压他 他觉得台湾呢,一定要反抗 所以又提出了一边一国的理论 那么今天一边一国和这个陈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 其实都是台独的重要思想之一 变成台独的两大支柱 所以中国这是很明显的是偷鸡不成反噬一把米 把台湾人更加团结起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种打压台湾的方式 会让台湾人更加反感 那么中国常说寄希望与台湾人民 你天天做这种事情绝对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第三,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打压也很大 比如说呢,我觉得这次啊,外清德刚当选以后呢 这个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给外清德发个铸电 50多家的就是国家元首或者是外长 中国呢,挨个去抗议 新年刚过两个星期 中国把一年的抗议的quarter差不多都用完了 日本有上传杨子外相给这个台湾爱清德发个铸电 中国就开始用非常强硬的词语 说什么干涉内政啊,坚决反对啊等等 日本每次换首相 台湾都给日本发铸电啊 做人要有一个礼尚往来嘛 就是说他每次发铸电 我现在不理人家 这总不是做人之道吗 所以说呢,中国这一抗议呢 日本呢,没办法也反弹了 日本的现在官方长官叫林芳正 他在记者会就说呢 他说台湾呢,是日本的重要的朋友 所以今后要加深交流 大家知道这个林芳正是什么人 林芳正是日本现在政界里面 著名的亲中派啊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是官方长官 是出了岸田文雄首相下面的二号人物啊 但是说现在中国你这么咄咄逼人 这么强词多礼 让林芳正不得不用强硬的话回击你嘛 所以说现在呢 这么多国家来祝贺台湾 中国呢,一个个抗议下去呢 只是把中国的形象更加不好了 中国过去呢,就用这种高压 不让人家和台湾交往 来维护他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他们就做这些 大家已经都不怕了嘛 都不怕了以后呢 我想中国的对台湾政策 他这个非常霸道的 控制台湾政策的这个根本已经出现了 也是很小的,台湾往中国进口最大的是半导体的晶片 中国绝对不敢碰 因为碰完以后整个中国自己经济就垮下来了 所以只能象征性的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产业上打压一下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军事嘛 就是供军机绕台 然后呢,给台湾军事威胁 但是现在军机绕台大家已经习惯了 就是说,其实呢 对台湾实质上 这种程咬金这三斧头 每次都按顺序轮一变 结果呢,到最后呢 台湾人现在已经基本无感了 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国对台湾这次 对爱卿德的这种当选之后 让诺鲁跟台湾断交的这种这个报复的行为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好,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